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指头不要切进去 所以这一道菜是烤你的刀工嘛 对不对 一层看这个爸爸这样为你们要做菜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很感动 平常爸爸练舞的时候 教你们跳舞的时候很凶对不对 对 居然这个开始做磁腹 要做菜给你们吃 我觉得镜头在这个林老师的手上 是比较精彩一点 他的刀工很特别 对 有粗的 有细的 有厚的 有薄的 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对 现在接下来要加什么 并没有完成哦 现在继续要加 对 薏仁跟糯米 薏仁还有糯米 对 这些分别都要先煮过吗 是 但是这两个现在加进来 因为要让它有点圆球性 然后比较Q 所以加进去之后 还要再等30分钟 林老师现在开始在切鸭肉了 你这个切法好像不是往这边切 还往外切 对 这个刀子在林老师弄起来 有点像筋子 这个跳舞有强有弱 非常的不一样 不一样 问一下义辰跟义友 这个爸爸妈妈在教跳舞的时候 如果很凶碎碎念 你们会不高兴不想练吗 会 会 对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冲突的状况 是你们比较难忘的 有没有发生过 有 就 爸爸是气到丢鞋子 然后妈妈就不教了 就把他自己穿的鞋子拿起来丢面 对 不是丢 我就丢很远 丢了大概几十公尺 那边丢了 丢了 丢到外面去了吗 没有 从教室头丢到教室尾 我不会丢出去了 丢出去又得买新鞋了 对 对 已经经济比较困吞了 爸爸切到手了 不要切 爸爸 要切到手 你是听到丢鞋子就切到手了是不是 不要讲我坏话 我很专心 好 可以了 我们这样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这个粥要加什么 加最后的材料了 对 我们还要加一个莲子 可是这个莲子还是要 对 还是要二十分钟 不是马上加饿就能吃 还得二十分钟 然后莲子加饿 二十分钟之后 我们在利用空档的时间 要准备这个松子 松子我们也预热一百八十度 五分钟 对 我已经先烤好了 对 我已经先烤好了 然后二十分钟之后 把松子跟辣豆放进去 然后再加砂糖 我们就大功告出 平安喜悦就会呈现出来了 好 现在林老师的差不多了 要加佐料了 是不是 对 很棒吧 很棒 漂亮 摆得很好看 谢谢两位大师傅 这两道菜真的是很简单 不过充满爸妈的心意 不过重点是逸臣跟逸友 能不能了解这个爸妈的心意 我们现在请这个逸臣跟逸友 先尝尝看 好不好 好 好 吃在口里 甜在心里 爸爸妈妈对儿女的骄傲 爸爸妈妈对儿女的爱 因为你们将来的努力 会圆了全家人的梦 那爸爸妈妈对儿女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我只支持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要像舞蹈一样充满了自信 解决所有的困难 妈妈 其实平安真的是最重要快乐 然后我虽然平常有时候是比较凶 因为人的要求 但是我真的希望孩子明白一点 我们是给你助力 不是要给你压力 那我们也不想驯服你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你们幸福 对 先来试试看这个爸爸说的 对 我们没有 对 只希望他们幸福 爸爸我们也先用一下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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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尝尝看 太太帮您准备的这个粥 不容易 樱桃鸭 好感动 我们想要永生自己也可以吃到 我爸爸做的东西 他也要连泡面都要我帮他泡 今天的节目里 樊桃和林华明各做一道菜 表达对儿女的关怀和感谢 可谢谢老天爷 让他们夫妻男人的梦想 竟然可以后继友人 儿女好比是父母手中的弓箭 父母亲只能在最初指引方向 一旦射了出去 还是要靠儿女自己来历经风雨 飞向目标 一家人做着同一个梦 虽然难能可贵 其实追梦却是其次的事情 父母心中最殷切期盼的 无非是一家人的平安喜乐 这里是圆梦厨房 我们下周再见